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七月二十九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您喜欢华尔街电视 请为本节目点赞并且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 选择接受通知 这样就可以在节目发布第一时间收得提醒了 今天首先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日经亚洲评论的一篇观点文章 文章指出八年前当习近平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刚刚开始时 他所做出的一个承诺就是绝不让中国共产党遭受苏联共产党的命运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他问到苏联为什么会解体 苏联共产党为什么是垮台 而他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理想和信念动摇了 根据报道他说最后格尔巴乔夫悄悄说一句话 宣布苏共解散 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消失了 而这次演讲发表在习近平刚刚当上总书记后几周 却被认为预示着多年后美中紧张关系的恶化 因为党建立了绝对的统治 这是习近平为防止中国走苏联道路而开出的药方 也是习近平在任期内以侵略性的手段不断挑衅并且坚决维护党内统治的重要原因 而这也是美中关系跌至一九七二年以来最低点的核心 对于习近平来说 今天的川普政府对待中国共产党就像当年的华盛顿对待苏联一样 试图把中共推向坟墓 这当然是具有讽刺意义的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上周的一次演讲中 表示习近平是一个破产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真正信徒 他的话毫不留情面 说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 那么共产中国肯定会改变我们 而美国外交官仿佛是在给习近平指明出路 召唤他走和苏联最后一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相同的道路 然而对于中国来说 国务卿的话充满了冷战初期的杜洛斯所提出的可怕的和平演变理论的味道 杜洛斯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九年担任现在蓬佩奥的职务 他当时提及通过和平手段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政治改造 几十年来北京一直对这种举动保持警惕 蓬佩奥的讲话当然极具挑衅性 在中国国内一直没有得到全文的报道 新华社对讲话进行了严厉的斥责 但是蓬佩奥的讲话本身却在中国媒体上很少看到 而这次演讲中充斥着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间制造隔阂的措辞 并且明显地把两者区分开来 特别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蓬佩奥是在一座为纪念尼克松而建的博物馆里发表的演讲 尼克松对中国的突然访问为一九七九年两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铺平了道路 而中美关系的建立显然是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中国共产党的决定在许多方面与苏联共产党是分道扬镳的 比如在建交之后它转而与美国携手合作 尼克松本人也做出了大胆的选择 与中国共产党联手遏制当时美国的头号对手苏联 随着一九九一年苏联的解体 中国成为了世界上仅存的共产主义大国 但是美国并没有谋求结束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 当时是因为中国根本不是美国的对手 不值得美国去努力 但是如今形势发生了变化 两国在无数问题上基本已经并驾齐驱 陷入各种各样的僵局 习近平执政八年期间不断增加党建 建立了各种小组成为了国家核心决策机关 小组的负责人当然是习近平本人 而这些举措把所有权力集中在习近平手中 同时削弱了国务院的权力 国务院是由李克强主持的 即使是传统上属于李克强管辖的宏观经济政策 现在也逐渐收归习近平统一管理 这一点在七月二十一日 在北京举行的有一些企业领袖参加的大型座谈会上 就表现得非常明显了 会议是由习近平主持的 七名政治局常委中有三人陪同 尽管当天李克强也在北京 但是他却没有出席 应邀参加会议的有微软还有松下中国子公司的代表 还有中国顶级监控摄像头制造商海康威视的代表 现在海康威视正面临着美国政府的制裁压力 很明显习近平和党在制定经济政策 而不是李克强和政府 自上任以来习近平在三个方向都进行了大逆转 在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还有军企分开上踩了刹车 由于习近平的逆向改革 党组织重新回到了最高地位 军民融合的口号就提供了很好的例子 这里的军队不是国家军队而是属于党绝对指挥的人民解放军 而军民融合是民营企业与解放军全面合作的框架 企业的目标应该是追求利润 但是在中国中国内部有党的细胞 但是在中国公司内部有党组织 而党的决策与国际上公司的标准有很大不同 比如根据国家情报法和其他法律 中国的公司以及人员必须要与政府合作 实际上也就是与党合作 在必要的时候提供信息 这种独特的结构已经成为了电信巨头华为 还有海康威视等公司的主要拖累 这些公司在美国还有其他民主自由国家有业务 党政军民学 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 这是二零一七年党的上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正式提出的口号之一 同一次大会还决定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年是二零三五年 而不是最初计划的二零四九年左右 也就是要在中共建党一百周年 换句话说中国要比原计划提前十五年赶上并且超过美国 而川普政府自然是使出浑身解数来阻挡中国野心 中国突然实施了香港国家安全法 在国际社会看来这远远偏离了常态几近疯狂 但是该党优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国内政治利益 是生存本能 这样的决定将如何打击国际社会 以及如何冲击香港金融地位是次要的 正如之前所说中美对抗升级导致外交关系跌至几十年来的最低点 而在习近平的八年任期内发生的许多事情都破坏了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 在这样的大前提下 川普政府转而把矛头指向了中共政权本身 有报道说美国正在权衡对中共党员以及家属的入境限制 如果真的断绝与中国精英的关系 这可能意味着外交关系的冻结 这将是十分危险的 日经亚洲评论文章最后表示 习近平非常注意小心自己不可以成为戈尔巴乔夫 并且为此不懈地加强党的建设 但是现在看来都是得其反 而说到习近平和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关系 今天彭博社也有一篇有趣的观点文章 介绍了习近平和另外一位历史人物德皇威廉二世之间的相似点 文章的题目是习近平可能犯与德皇威廉二世同样的错误 美中紧张关系现在看起来很像一战前英国和德国之间的竞争 但是希望他不会以同样的方式结束 文章开始回顾说 现在中美之间的敌意已经非常严重了 似乎正在走向更加激烈的冲突 有人说这是新冷战 但是这个标签并不完全合适 因为现在关于这场对峙的一切都没有被冻结 也没有冷的意思 世界其他地区并没有分裂成对立的两大阵营 这种竞争是不同的竞争 随着竞争的升温 可以触及全球政治经济科技金融的方方面面 有朝一日可能会以热战收场 学者们把这种冲突称为休息抵得陷阱 也就是崛起的国家挑战一个现在的霸权时 就会出现明显的战争倾向 但是在美国和中国的情况下有一个更好的类比 那就是一八七一年大英帝国统一后 与新兴的德意志帝国之间的斗争 那个时代和我们现在的时代一样 是一个工业和技术革命 以及不安分的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时代 和美国一样 英国也是一个民主国家 很大程度上相信自由市场 就像美国在二战以来所做的那样 而英国保护规范和金融的国际秩序 监督着所谓的大英帝国 而与今天中国类似的是德国 一个因为工业化太晚而怀恨在心的专制国家 一心想要超越领袖英国 实行国家主导的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 也像今天的中国一样 德国当时的做法部分就是通过盗窃专利和技术 并且生产类似对方的假冒伪劣替代品 而当时的一场竞赛就是为了争夺无线电通信的主导标准 英国人使用并且支持了意大利发明家所开创的技术 而德国在德皇威廉二世的受益家千方百计的从一家公司开发 并且传播自己的标准 英国人处处抵制却无法压制 在这两个时代挑战者都担心自己被地理上包围 试图以庞大的具有地缘政治动机的基础设施项目来进行突围 德国是向东看 试图修建从柏林到巴格达的铁路 以绕过英国海军进入印度洋 中国则是向西看 有一带一路倡议 这是连接欧亚大陆和非洲港口海上通道铁路线 还有信息系统的计划 德国的项目因为一战而停止 中国的项目也遇到了沿线国家的反对 竞争最初升级但是没有引起军事冲突 当时的英国也像美国一模一样 征收了惩罚性的关税 但是收效甚微 同时在外交上十九世纪的德国和最近的中国最初 都有足够成熟的领导人来使自己的国家变得强大 但是又避免了爆发战争的危险 德国的匹斯麦他在两个凯泽尔的领导下策划了德国崛起 直到被第三个凯泽尔威廉二世所解雇 他感到专家的威胁 就像今天的川普总统一样 而匹斯麦在中国类似人物则是邓小平 他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期间监督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但是没有公开与美国人作对 而他的继任者胡锦涛的领导下 也采取了避开休息抵德陷阱的政策 特别是美国曾经深入研究过英国和德国的先例 和平崛起成为了官方的学说 但是最终时代潮流发生了变化 英网乔治五世的堂弟威廉二世 一方面崇拜和羡慕英国的一切 另外一方面又投射出了粗暴的斤斤计较的军国主义 一天换好几次军装 中国国家主义习近平非常推崇美国 比如宋女儿去哈佛大学读书 但是他的外交政策被称为战狼外交 而川普的短视有一点像威廉希尔 这无疑让局势变得有一点糟糕了 但是就算是拜登在十一月取得胜利 也不足以改变休息抵德陷阱的基本态势 在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国进行欺凌和挑衅的同时 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正在对香港和新疆实行严厉打压 当然历史不一定会重演 然而北京华盛顿的人最好都重新读一下历史 也避免我们这一代人梦游到了一场世界大战中 到了一九一四年就像今天一样 国际体系变得过于复杂 没有人能够完全掌控 然后在波斯尼亚 这样的一个德国人和英国人在地图上都经常找不到的地方 一根偶然的导火索被点燃了 在我们这个时代 这根导火索可能是黑客入侵的某个电脑日志 也可能是南中国海一块无人居住的岩石上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